哦,疑似,有那个残伤了 这个时候我看到 两个月亮 看上去好像两个月亮 因为这边有个小一点的月亮 这边有个大一点的月亮 这边的光线都是白颜色的 这个光线都比较弱 都比较弱 但是呢,这个就很明确 就是一个月亮 这个就很明确就是一个月亮 但是呢,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太阳 但看上去就像月亮 看上去就像月亮 看上去就像月亮 因为两个光线都比较接近 两个光线都比较接近 怎么会同时出现了两个月亮呢 一个小月亮 另外远出一个大月亮的 而且这个都是白光的 但是从产生的位置 和产生的时间上看 应该是一个月亮 一个太阳 那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哦,我们再一看 原来在太阳和月亮之间 有个飞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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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飞碟呢,在夏天的时候呢 那个飞碟就测垢垢 不是从哪里面了 不是从它垂直到的光线。 不是从锤子的光线上测垢了 来减弱太阳光线 照到月球上的话 光线减弱 这样反射到地球上的光线也就减弱了 冬天的时候呢 那个飞碟就垂着都高一点 都垂着 让光线直接就穿到月球上面 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 阳光 到达地球上 也就是说 这个是月亮 这个是太阳 它们之间一直有个飞碟 它们之间一直有个飞碟 有个飞碟 这样 挡着光线 下去的时候它就斜过一点 它下去的时候就斜过一点 斜过一点 这样让光线穿过 这个飞碟到达月球上的光线就落了 然后冬天的时候 直一点 这样由太阳 到月球上的 光线就强烈一点 这样就可以调整 照到月球上的 光线的强度 你别小看这个 别小看这个 夏天呢 除了太阳光照到地球上面 还有 月球上面 照过来的太阳光 同时到达地球以后 那个多产生的日量 是很显著的 是很显著的 这个照出来的是很显著的 冬天的时候呢 从太阳照到月球上 再反射到地球上的光线 也是很显著的 但是呢 夏天如果这个显著的光线照过来的话 显得太热了 跟地球上太热了 所以呢 要光线 要少一点照过来 照过来 日量少一点 到冬天的希望 多一点 而这个光线谁在调节呢 原来飞铁在调节 飞铁在太阳和月球之间 有个飞铁 一直在调节 一直在调节 就像长度上有个东西 在中间 但是人家没注意 平时不注意嘛 平时不注意嘛 你别小看 你别小看 这个光线啊 因为你不管是白天也好 晚上也好 这个月球上都照到 月球上 照到地球上的反射过来光线 一直存在 只是我们在白天的时候 太阳太显著了 就忽略了这个 月亮照过来的光线 而到夜里的时候呢 太阳光照不到了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月球上 光线的时候 觉得很显著了 如果没有一个 这个 没有这个月球的话 那么我们夜里就看不见了 看不见同样也没光线下来 那么实际上地球上的温差 就更大了 温达就更大了 所以啊 这一个 这一个 太阳 和月亮之间呢 有个非典 起了很大的一个调节作用 有个很大的一个调节作用在里面 所以呢 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刻呢 直一点 到夏天的时候翻过一点 就是相当于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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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透镜的 透镜在里面啊 或者一个挡的一个东西在那边啊 互相直接挡一个 让冬天的时候呢 光线多过来一点啊 夏天的少过来一点 怎么调换呢 你这样 就这个厚度嘛 你成功点的这个厚度就大了 从这边到这边 就厚度就大了啊 相当于废地就换一个位置 就这样 这样 相当于这样啊 夏天的时候就这样 相当于厚度就厚了啊 冬天的时候这样啊 这个宽度就这样 夏天就这样 一斜一刻 从这边到那边的话 就这样 这样的厚度就厚了啊 这样的窗户来的光线 就到地球上来介绍了 通过这个来调去光线 这个问题是谁 谁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所以为了让我知道啊 他们之间还有这么一个东西 存在的时候 它给我长度上 安藏的东西 就像一个形成的一个山气一样 哎 你要领埋那个 才能知道有这么一个因素啊 原来是用这个帐篷 这个办法来通 告诉我 有这么一件事啊 好 好 再见啊 再见啊